现在我们会有明确的政策对于乌克兰 它是由于乌克兰和希望 让乌克兰成为乌克兰的联络 这是欧盟就乌克兰能否加入乌克兰的最新一次表态 而且态度积极肯定 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后仅4天 乌克兰就提出了加入乌克兰的申请 6月23日 欧盟正式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 此举被视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欧盟对是否向东扩张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 伯雷利还表示 只有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 重新控制被俄罗斯非法吞并的四个地区 才能实现和平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严书综合报道